大家好,我是柏牆 很難得有這個機會 這好像是我聲明第一次講 贊助商議程吧 據說在任何野島會裡面 贊助商議程都是比較被討厭的 大家應該知道這是個艱巨的任務 我想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先介紹一下我自己 我是柏牆 那個松柏的柏牆 我在網路上面比較常用ID 是BOBCHAL BOBCHAL 那我之前是在MozDW的代判久的 就是從2004年開始 反正就MozDW成立我就在了 那在MozDW還沒成立之前 我也翻了兩年的文件 那到現在吧 以前我們在上台的時候都會講說 大家好,我是MozD台灣的柏牆 那到後來因為MozD台灣 就是開始在台灣成立公司啊 所以中間有一兩個月的時間 我上台的時候要講說 大家好,我是MozDW的柏牆 我不是MozD台灣喔 這樣 不好意思,現在又可以再繼續講說 大家好,我是MozD台灣的柏牆 吃不到不讀柏牆 吃不到不讀柏牆 不吃不到在讀柏牆 好 好,那我今天就要跟大家介紹一下 說就是MozD台灣在2012年 我們目前做什麼 跟之後打算要做什麼這樣子 那因為我發現說 欸,騰我還有一點時間 然後我的同事停 現在已經跑去找女朋友了 真是可惡見識忘了 OK 那首先我們在上半年到尾做了些什麼事情呢 幹了些什麼好事呢 那MozD台灣在台北101附近 不是台北101 台北101附近我們有一個辦公室嘛 然後那邊有一個場地 我們把它稱之為MozD space 那那邊我們其實是有開放讓大家申請辦活動的 現在目前申請的辦法還沒有上網站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網站現在還是半慘啊 就是,欸,不要錄影 這段你可不可以把它殺掉 好可怕喔 等一下後面就被我自己出門打死 那我們在那辦了不少活動 像是演說的試講 現在這張照片是演說試講 然後還有Easy Go軍師團 也在我們那邊做過一次會議這樣 那目前來申請最多的 反而跟柏子亞的關係不是很深 但是PyCon PyCon台灣來這邊開過的三次會 那我們總之是 這個是一個可以開放讓大家辦活動場地 那當然是不說廢的 而且我們還會有一些東西可以給你們吃啊 什麼的 希望有啦 好,那總之這個是大家可以來申請辦場地的 不是辦場地 辦活動的場地 OK 那接下來我們還辦了一個東西 就是柏子亞的全球有做一個比賽 叫做Firefox Flickers 他是一個影片競賽 影片競賽 召集大家一起來拍跟Firefox有關的影片 那這影片競賽已經結束了 相關的東西我就不在這邊播了 就是大家可以上我們網站 我現在看到TW前兩天在剛後出了台灣來的作品 拿來寫東西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 那我們也因此去 跑去福大 做了一次校園的簡單的分享 絕對不是因為那邊正妹多 只是因為剛好有人在那邊而已 好,那接下來呢 我們也非常努力的在協助社群成員 包括像協助社群成員把妹啊 好 不好意思打算一下 你有多少東西要剪掉 好 好像整個標路比較好 剛剛忘了講 送了這張照片 你把它捏上去 其實我們是辦社群區 那我們辦過一些 比如說像開幕組的時候 開幕組會我們邀請社群朋友 一起來跟我同玩 那另外還有像是OSDC一個引導會 大家引導會會後 我想說 那我們公司好歹也贊助了OSDC嘛 那是不是應該做點什麼呢? 所以就決定要再把大家招過來吃吃喝喝 大家有沒有注意到 一個公司又出錢 在入園討會 然後又把大家招過來吃吃喝喝 結果後來拿到什麼 欸什麼都沒得到啊 這是佛心的公司啊 那另外呢 我們還有做一個有趣的活動 叫做火湖幫幫忙 這個先預告一下 下一次我們會在台中 但是我們現在還在找合作的朋友 就是 你如果在台中啊 我問一下 台中在地人舉手一下吧 在地人 還不少 還不少 OKOKOK謝謝 那 各位在地人如果有興趣說 幫我們在下個月啊 找一下場地啊 聯絡一下啊 然後辦個活動啊 那可以一起來找我 這樣 你OK嗎? 好 瑞的梯大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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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反正瑞梯啊 不是啦 是葡萄梯 葡萄梯都已經答應了 那我們下個月 我們打算在台中辦 那實際 實際的時間我們還沒有很確定 但是這是一個什麼活動啊 這是一個 召集一般使用者來 然後我們來幫他解決問題 就是 發言發言者你知道 它是一個免費的軟體 說自由軟體 那自由軟體一般有一個特色來講 就是它並不負責 User Support 因為雖然我們有公司這件事情存在 但它並不負責 User Support 那我們希望大家做的是 Community Support 這所有人都知道 那Community Support 一般來講都是在網站上面 用討論區嘛 那我們希望有實體的 為什麼 因為人跟人的連結 其實我覺得還是比較重要的 那所以我們就辦了一個活動 由這五個特戰隊 就是 今天 今天有三個 兩個有來 對啊 三秒應該不是在這裡嗎 兩個有來 那 就是由他們這幾位 火舞好幫手啊 來幫一般使用者解決問題 這樣子 那希望各位 在我們台中辦的時候 可以 那個 九星年阿嬤 阿嬤跟阿公來幫忙 不是啦 來被幫忙 好 那另外還有 我們還有做一些 教學課程 目前有做的第一個 就是小B 小B在那邊 幾個時候啊 對 小B呢 跟我們一起合辦的一個 叫做附加元件開發入門班 就是FiveOS 現在寫附加元件 就是所謂的空中套件 越來越簡單了 那目前的這一個機制阿 跟其他相控 Supply的也蠻有異曲的工資 蠻多是用HTML file來做 那所以我們就開了一個 入門班 那名義上是叫大家 來寫FiveOS extension 但是如果你想要學一下 然後跑去開發 Corona extension 我也沒意見啦 總之 就學到原文級 這樣子 那之後還有可能會有更多的教學 那另外我們還有參與很多研導會 像是香港 我們去過WIDS 香港的一個研導會 OSDC JSDC PICOM台灣 我們也即將會 我們也有贊助 然後沒有議程阿 PICOM台灣大家知道說 就是所有的籌備者 自己也要付錢才能進去 然後我自己也付錢 據說我們不是混技術 我們是混義氣的 所以雖然我不會Python 雖然我不會Python 雖然我不會Python 但是我還是同學 那像這個是我們的坎如 坎如我們的工程師 那講了一個 在JSDC講 淡淡定定用 就要是個學會不會意外 那獲得蠻多好評 這是上半年我們做的事情 那接下來下半年我們要幹嘛勒 下半年 其實剛剛做的事情 大部分都會做 不過有一個東西是我們的重點 下半年我們會開始在台灣辦 校園大使活動 那如果你對摩斯亞已經有一些了解 你可能知道摩斯亞已經有辦過一個東西 叫做Student Reps 名字上也是學生代表 不過由於Student Reps的機制的問題 我們在台灣要辦一點點 有一點點改變 那詳細的辦法會在六月左右 我們在網站上面公佈 就是大家可以上去網站check 如果你還是學生 那我非常歡迎你來參加 到時候直接就是跟你溝通就是我 所以如果你喜歡我性感想不知 大半的時候可能已經剃掉了 不過如果你喜歡 就是參與一些社群活動 那我們歡迎各位來參加 這是一個 那另外還有火鍋幫忙 我們剛剛講過了 每次改版都會有 所以大家可以預期 我們大概每六個禮拜 每七個禮拜就要辦一支火鍋幫忙 網站上也不錯 那這個不是拿來取代什麼party 不過就是總之我們每次都會有 那希望是可以各處跑 所以如果你在金門 如果今天從金門跑過來參加了 非常歡迎你跟我聯絡 我跟你說就是跟我主管講說 我們金門有非常有力的supporter 希望我們可以去金門辦這樣子 所以總之總之如此 那還有另外一個是 我們打算在台灣辦一些開發性的 活動 那目前還沒有想得很清楚 所以你現在看到這個 他應該打一個搭檔的draft在那邊 就是目前是草稿 那我們希望來 招大家一起來寫web app 什麼叫web app 這是摩斯亞打算 在之後強推的一個東西 那是什麼 我就暫且先跳過 那另外有像黑檔 附加元件 我們打算來辦Hexam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來跟我們一起跑 海科松的話 一起跑馬拉松的話 總之就可以緊聽我們的消息 這樣子 那我剛剛講的東西 都蠻歡迎動手做的人 因為自由軟體嘛 當然動手做的比較有趣 那如果你希望得到更多資訊 現在就可以拿出手機來 拍那個摩摩咕咕的螢幕上面 有一個QR Code 那在你要拍的時候 我要先告訴你說 這個反正就是本公司的Facebook 所以如果你上Facebook去搜尋 摩斯亞台灣 那你可以找到我們 這應該沒有問題嗎 或是說如果你在Google Plus 你比較喜歡Google Plus Google Plus 也有 或是如果你喜歡 已經越來越沒有人在用的Pluck 欸 哎呀這句話不要很大 希望他們之後可以越來越好 因為我們也是有 一直在那邊有開圈喔 好那總之如果你希望得到 我們更多資訊 你有很多地方可以知道 那言和總之總而言之 這理論上是我本來 今天打算講的說的內容 不過由於我看一下時間 還有十分鐘 我決定也要來One more thing一下 同場加一 好大家現在看到 然後螢幕上面嘛 現場轉播啦 那如果你用Android 我問一下 這邊用iPhone的有多少 舉手一下嗎 iPhone 這麼少 那用Android相關Phone的請舉手一下 這麼多 好OK謝謝 其實我就是要講Android的東西怎麼樣 對 好那 呃 如果你有在看 摩斯亞相關的新聞 你應該已經知道 我們有推出 Firefox for Enjoy的版本 Firefox for Enjoy 它在下面這邊 那我們在前一陣子有推出Beta版 這是一次非常非常劇烈的改進 怎麼說呢 呃現在這是你看到的畫面 你如果在你的Firefox上面 按下Firefox的時候 你覺得總是要等個三秒鐘的話 好現在不需要囉 現在只需要等一秒半 好沒有啦沒有那麼久 好那 這這邊 這是全新的Firefox 的介面 好那它使用NativeUI 就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切都會非常快 那比如說我這樣 隨便按一下你就知道 我最近應該去過麥當勞 然後使用了麥當勞的那個點產卷 那這些東西 那這些東西 呃總之 現在新的Firefox真的非常快 而且有很多東西也都有做出來 目前你現在看到的是中文版 好這個中文版應該要掌聲 感謝一下大光 大光舉手下 好的掌聲鼓勵 好 好 我跟妳家有講過 從Lost T2成立以來 我們幾乎都是所有Lokale 跑前三名的 為什麼 因為就是有 大家這麼熱情的在跑 對不對 那 而這一代的Firefox呢 也有很多的 有趣的東西可以玩 那如果 如果你有興趣想要試試看的話呢 你可以去 Play Play 對 Werplay上面可以下載 Firefox Beta的測試版 那 記得這是測試版 如果你是用正式版的話 目前的介面還不是這個樣子 那我們需要各位來幫我們一起測 比如說像我就測到說 在我手機上面總是不太穩啊 常會crash啊 好 那 也要總之總文言之 如果你願意幫忙測試的話 如果你希望幫忙測試的話 這是一個很好的測試標題 就搜尋Firefox Beta就可以了 那你安裝完以後 你會說不將你騙人 我們沒看到就全部都是英文的 沒有錯 目前在Google Play上面 目前只有英文啦 那我們希望之後的版本 可以再把其他語言加進去 至於中文會在什麼時候加進去 我就不是非常清楚 不過我相信我們公司會 有點有相應的方法啦 來推一下中文版這樣子 這是第一個 Firefox Go Android 接下來呢 我要拿出另外一支 看起來非常像的手機 欸 欸 好像是一樣的欸 那到底有什麼差別呢 欸 欸 摩斯亞在 欸 欸 欸 好 不要演了啦 你沒有懂 我剩下氣氛都要演完 我也沒意見了 摩斯亞在台灣到底在做什麼 我想這是大家很好奇啊 那其實我們以台灣來講 我們所有的工程師 目前做了一個非常重要的project 叫做B2G B2G 那它是一個什麼東西呢 它是一個作業系統 它是一個行動的作業系統 那你目前看到這支手機 它就是已經裝了B2G的系統在裡面 那它可以拿來幹嘛呢 可以拿來輸入密碼 欸 測試機板 測試機板不要把我弄得太複雜喔 那你現在目前看到這些畫面呢 欸 看起來好像一般的smartphone 那包括說它還可以打電話 來 誰的電話借我們打 就這支好了 欸 據說這支就是我自己的電話 那趕快把他遮起來 哈哈哈哈 這邊已經打過來了 已經打過來了 那 比如說像它就可以打電話嘛 那你就告訴我說廢話喔 你的電話為什麼會不能打電話 當然可以打電話對不對 這時候我就要再順便告訴你另外一件事情 就是目前你現在看到所有的畫面 全部都是網頁 全部都是網頁寫成的 包括剛剛打電話的樣子 那意思是什麼 意思是說你以後可以用網頁打電話 意思是說你以後可以用網頁傳簡訊喔 比如說這是剛剛收到的很多的那個廣告訊 天天做微秀雙人電表 這個畫面也是HTML 全部都是HTML 我們打算 我們覺得我們在去 今年有推一個很重要的 slogan叫做web-based platform 你的網路就應該是你的平台 你不需要再寫所謂的Android native app 或者是說iPhone native app 你就是寫HTML5 app 然後在所有的瀏覽器上面 只要符合一定的標準 都應該要可以通 也就是說 以後web就是一個你最強大的後援 你不用再寫一些砸一砸吧的東西 你就寫web的東西就好了 那這隻手機 又沒了 這隻手機呢 就是GOOD TO GECO 那它現在已經有內建的一些東西 我們打個比方好了 就是像這個東西叫做Cutterob Cutterob各位應該知道吧 iPhone跟Adroid上面都有這套軟體 那Cutterob呢 它是在前一陣子 微軟為了要推它的Windows 8 然後就會找Cutterob那一間廠商 然後他們談了說 就是他們要合作來做HTML5版的Cutterob 而且真的把它做出來了 既然它是HTML5版的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我們可以用喔 所以我們就可以拿它 不好意思沒有接網路 因為它是網路的 那意思就是說 BOOD TO GECO上面也可以跑 任何別人只要開發出來 符合HTML5的東西 我們也可以跑 所以它可以跑很多 很多雜地雜八的遊戲啊 或者說 反正很多東西就對了啦 那如果你有興趣想要玩玩看的話呢 你可以 等一下可以找這隻 找這隻來玩 我就說在那個地方 小B舉架手好不好 小B小B 小B小B 不是小B小B 我說小B前面那邊喔 如果各位有興趣玩這隻手機 等一下可以來找我玩 好 那 我還有十分鐘耶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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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了啦 我們就這樣子啦 那總之 所有的東西都可以在網站上面找得到 包括這隻手機相關資訊 如果你有興趣 開始hacking這隻手機 code在Github上面 全部都公開的 現在就可以開始玩 好 謝謝大家